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我们前些时候的多篇屏说报道都提过 面对国盟在马来民众掀起的汹涌对潮 首先安华迫切要做的就是 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好一塌糊涂的经济 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进而改善民生 提高国内的生产总值GDP 而最直接的途径 就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北大经济系教授林福岩受访时 他就比喻FDI放眼的是长期投资 他们上来结婚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的 政府必须要好好地把握 珍惜外国直接投资 而不是短期流入的那些热钱 他形容热钱就好像男女搞一夜情 激情过后就说拜拜了 林福岩说热钱都是短期资本 一般是倾向于投资在股票外汇 流动性较高的产品 看的是短期利益快进快出 属于投机性 一旦串到钱之后就会说跑就跑 而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 热钱的流算容易导致我国的经济过热 还可能会进一步演变成金融风暴 而FBI就不一样了 外国投资者他们同样会带着钱进来 但是这些钱过来之后啊 是建厂开公司 他们是准备要在当地落地生根 并且创造就业机会和引进技术知识 这些外资起码待上十年二十年 属于真心诚意的投资者 他以通俗的话做了这样的比喻 他说啊外资是真爱 就算不至于天长地久 也会和你好好的过日子 一段相对长的日子 那因此呢FDI才能够为国家经济 带来长期利益 政府应该推出更多轻商政策 来留住这些FDI FDI一直是很多发展中国家 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来源之一 它可以弥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资金不足 林福岩和另一位受访者张国林都说 马来西亚人口也才三千两百万 属于小型经济体 不像其他的大国 比如美国啊 光靠自身的内需就能够撑起经济发展了 他们认为马来西亚想要从发展中国家 转型成为先进国 迫切需要外国直接资金来推我们一把 而实际上 马来西亚经济也一直非常依赖FDI 特别是在1987至1996年期间 当时候呢 马来西亚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大约9% 那靠的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张国林指出 上世纪70到80年代 马来西亚经济起飞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当年有大量来自日本的投资者 莱马设厂开公司 引入了电子行业 才让那个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FDI对我国的转型 我们所谓的成为先进国 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因为我们是小型经济体 我们需要外力来将我们的转型推把 所以我国的经济的转型能不能成功 外来投资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看回所有的我们所谓的亚洲四小龙 他们当年怎样站起来的 他们当年怎样成为先进国的 都是外来投资 作为发展中国家 马来西亚想要搞好经济 想要转型晋升为先进国 北大经济系教授林福言说 作为小型经济体的大马 需要靠外资注入的资金来推一把 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则表示 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他来之后他会带动什么 肯定的很直接的就带动就业机会 第二就是可能如果你选择对的行业 你可以提升国民的知识 人才的培训 第三如果你吸引好的外来直接投资 这样你出口多的话 你就会增加国家的收入 国家收入强的话 马来西亚的货币马币就会稳定而上升 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国家的基石 而全球尤其东盟各国之间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但张国林提醒 要争取外资流入并不是越多越好 而是应该要重置补重量 林福言还指出 大马如果要转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就要挑选高质量高技术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 才能够带来优质的工作机会 我觉得我们抢不是一定要抢多 我们不一定是要跟越南抢多 或者跟越南抢多 我们是要抢多我们所要的行业 如果你看新加坡的话 可能真正去新加坡的项目不是很多 不过它都是高价值的 所以它就翻倍又翻倍 而且它就会提高全人民的生活 这个收入水平 其实有很多人以为 我们的优势是能力成本比较低 我们应该降低能力成本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在这个现在的情况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国希望拿到的外来投资 是有数字的 是高科西的 所以它不是以前70年代的 那个时候的外来投资 林福岩表示 尤其全球经济正在放缓 现今的国际大环境并不理想 而这些外国直接投资 是决定我国政府能否成功搞好经济的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他说外国直接投资放眼的是长期投资 一旦决定来大马设厂 至少要待上十几二十年 对于高质量的外国直接投资 林福岩认为 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经商环境 好好地留住投资者 然后FDI他们是投资的 他们会将他们的厂建在这里 然后他们来这里 他们就是要长久了 像他是要结婚的 他不是那些所谓的热钱比较素 要找一夜勤 那些外来投资 他是要以结婚为前提 他就是要落地生根 这种世界的外来投资 他非常好 他会给我国的经济 带来很大的长期利益 两位受访者都指出 大马固然需要积极招揽 外国直接投资FDI 但必须是有素质的直接投资 而不是像上世纪90年代 那种劳力密集型的FDI 林福言表示 随着基本设施饱和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 马来西亚想要晋升先进国 低廉的设施和劳动力 不应该再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核心竞争价值 而是应该提升到高科技工业领域 利用这些跨国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 人对这类领域的企业也最注重维护知识产权 林福言说大马想要增加高科技FDI的流入量 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 就需要提供适合并且有效率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再来也要培育更多的技术和高端创新人才 那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大力度的吸引和利用外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